我是一個賭徒 一個病態賭徒 你或者會問我為什麼會選擇去賭 為什麼要踏上這條世人不認同的道路 問這條問題的你很明顯就有邏輯謬誤 不是我選不選擇去賭 而是人生本身就是一場賭博 我現在加了十萬 你會不會欺負我 只要有贏的可能性 即使是再小的機率 我都會去賭 甚至賭傷我的命 賭博 以自己資產作為籌碼贏出利益的遊戲 有一定機率會贏 也有一定機率會輸 正因為大家覺得無法掌握結果 所以才對賭博這麼抗拒 哈哈哈哈 但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 別言 假設我拿著十元 去麥當勞買個豬扭蛋 但買回來的可能是 魚柳包 或者是人為失誤 也有可能是電腦故障 即使是再公平的商業交易 也有失敗的可能性 但大家往往將這種 成功率99.9%的行為 當成必然 再舉個例 在有考慮到封鎖的情況下 我將這個紙球 由角度θ 以時速B訂出去 這個紙球 會訂入垃圾桶的機率 接近100% 但也都只是接近100% 哈 這個世界所有東西都只是一堆機率 人生都只是一場賭博 喂 是個賭仔 對 其實最可不是太 mattress 按鈕 Eh 今天 Christy應該很好 你覺得是嗎 hcha ha ha 哈哈 哎 myself! 最後也不太鬆 想要怎樣做選擇了 阿信,不好意思啊,遲了啊 網上,你找我出來幹什麼啊? 大家出來吹有水不行的 對了 喂,你有沒有玩過這隻遊戲啊? 阿吉他是我中學同學,亦是我中學時期最好的朋友 他一直都很好運,抽籤永遠抽中上上籤 他是做問卷抽獎都會中投獎的那女人 YES,你看一下,我中了喜有卡啊 聽聞這隻字可以增加補償掉落落腳,真是幸運啊 話說這隻遊戲有什麼名字,我很想帶你玩玩 但我跟他相處的時間,很快就過去 中學畢業之後,他讀大學,我讀Ivy 他有他認識的新朋友,我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這三年,我們完全沒有任何聯絡 直到上個月,突然收到他的電話,他說 一生人兩兄弟,可否借10萬元來應急啊? 最好快點,我趕著要,我媽她 不要說,知不知道他最近過得怎樣 連他的樣子,我都不太記得了 人生都只是一場渡房 喂,是個小島 今天真是不幸運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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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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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